欢迎回到安卖科技 我是不帅的张帅波 上个月我做了一期华为MateBook D15 2020锐龙版的体验视频 就在前几天华为又发布了 华为MateBook 13 2020锐龙版 今天咱们一起看一下 它的表现如何 按照惯例先简单科普一下 华为笔记本的产品线 华为MateBook X系列旗舰级最高端 MateBook D系列热销款便携价格友好 而MateBook 13 14数字系列属于性能轻薄本 我拿到这款采用的是AMD锐龙7 4800H移动处理器 机身显卡16G DDR4 2666MHz的内存 512G PCIe固态硬盘 配置方面 华为MateBook 13 2020锐龙版 最大的亮点要属这颗 AMD锐龙7 4800H标压移动处理器 AMD是不是很多人立刻就想到了某6个字的神秘代码 笔记本处理器大家常听到有低压和标压 低压版本主要是考虑笔记本的体积和功耗 在性能上会有所保留 主要用在轻薄本和商务本 标压版本可以理解为满血版 性能更充分 性能本游戏本用的比较多 华为MateBook 13 2020锐龙版 搭载的AMD锐龙7 4800H标压移动处理器 采用了全新的7nm工艺 8核16线程 机主频率2.9GHz 加速频率达到4.2GHz 平衡模式可以稳定35W的性能释放 Cinebench R15连续30次跑分 最高跑到1695 平均1662 Cinebench R20连续30次跑分 最高跑到3831 平均维持在3799 柳大师整机跑到358,340分 跑分数据 如果你不经常跑分 可能没概念 简单来说 AMD锐龙7 4800H这颗标压处理器 用在华为MateBook 13寸的轻薄本上 相当于把跑车性能的发动机 放在家用轿车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性能的空间 华为MateBook 13 2020锐龙版 可能是13英寸同价位 性能最强的轻薄本 轻薄本的感觉 在我拿到以后就非常明显 同样是13寸的版本 华为MateBook 13 2020锐龙版 要比我这台2017款的MacBook Pro 窄了接近3厘米 轻了100克 更直观一些 这是一张A4纸 放在笔记本上正好充合 A4纸还强了一溜溜 以后A4腰是不是可以改名了 我这是华为MateBook 13 同款腰 笔记本A面沿袭家族设计 很简洁 中间还是华为的英文logo B面屏幕很有亮点 这是一块13英寸 2160×1440像素 PPI达到200的3比2 可触摸显示屏 100%sRGB覆盖 左右边框4.4毫米 屏占比达到了88% 家族式全面屏 GET 高PPI的好处很明显 画面细腻 文字看上去会有印刷的质感 3比2的比例 在编辑文档 浏览网页时 纵向能看到更多的内容 在笔记本屏幕上多点触控 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到 感觉非常独特 那个朝你屏幕 直指点净的领导 现在可以改掉坏习惯 你行你上 直接点屏幕改呀 实际体验我发现 大部分的操作 单击双击选择之类的 完全可以通过操纵屏幕完成 三纸下滑截屏 非常好用 能选的手势很多 比如全屏截图 截某个窗口 某个区域 甚至是一个另一的形状 截图以后 软件还提供了文字识别的结果 可以直接复制 简直不能太爽 最要注意的是 因为笔记本屏幕支撑点在下方 我刚开始用点按平板电脑的力度 操控屏幕 诶 咋回事 屏幕晃厉害 熟悉了几分钟 我才发现屏幕很灵敏 点按滑动其实不用太用力 记得跟领导说说 点屏幕是轻点的 屏幕方面没有槽点 显示效果不错 三纸截图很实用 如果能加入录屏功能 那真是梦想成真 华为的产品经理拿个小本记一下 C面键盘左右两侧空间非常窄 比屏幕边框还要窄 不过窄归窄 键盘触控板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而且键盘还支持三个档位的背光调整 指纹识别电源二核一键 依然是在键盘的右上角位置 接口方面 机身左侧分别是全功能USB-C接口 3.5mm耳机和麦克风二核一口 机身右侧是USB3.2G1 左右两侧各一个接口 日常使用比如考考文件 接个硬盘没啥问题 更多样化的需求 像外接显示器 那就是要买一个Mate Dock拓展物 笔记本地面没有太多内容 Windows贴纸依然贴的很高水准 强迫症友好 我注意到 华为MateBook 13 2020锐龙版的脚垫要高一些 猜一下 应该是为了提升散热风扇的进风效率 标压处理器功耗要比低压处理器高很多 轻薄本用标压 非常考验笔记本的散热能力 华为MateBook 13 2020锐龙版 依然采用了鲨鱼器风扇 双风扇双热管 相比19款 散热叶片数提升了49% 风量提升了33% 我在散热轮连续跑分以后 测试了一下出风口的温度 基本维持在45度到48度 键盘位置在40度左右 而且30轮跑分没有出现温度过高 导致降频的情况 这说明散热能力的提升 还是能hold住这颗标压处理器的 多频鞋层的机会区域 在13寸版本移动到了触控板的位置 每次连接成功以后 笔记本支持触摸屏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手机上大部分的操作 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无缝衔接 比如用电脑刷小视频 刷新闻 手机和电脑之间长按拖拆文件 用电脑粘贴手机复制的文字等等 手机电脑互联方面的体验 不吹不黑 华为MateBook系列确实做得非常好 其他厂商要追赶一下 MateBook 13 2020锐盘版提供的是一个 65瓦的USB-C接口试拍器 支持PC快充 而且能给支持超级快充的华为手机进行超级充电 外出的时候 笔记本在关机状态下 还能作为一个超大号的移动电源 直接给手机充电 最后省了买移动电源的100多 13寸轻薄本4800H标压处理器 可触控高素质的显示屏 再加上多屏协同 MateBook 13 2020锐盘版 首发预售价格5,399 是不是这个价位真香的轻薄本 你觉得呢 最后的最后来一条高情商的建议 触摸屏领导指点完了以后 还是要准备一块纳米布 注意一定要等领导敌开了以后再擦 高情商 OK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